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形象片看完之後回到棚內 形象片當中所有的衣服配件 接下來都會在官網販售 也包括我今天這一整套 除了項鍊啦 衣服 手環 然後還有耳環 接下來我們都會在官網進行販售 那就如同大家看到的 我們的品牌名稱叫做 Mini Matters 那之所以會是這個名稱 我也想跟大家聊聊這個概念 我其實想非常非常久 我覺得命名真的超難 我差點去算命你知道嗎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結果後來我在洗澡的時候 突然靈機一動想說 為什麼我不叫Mini Matters 因為我在身材上面 老是每一個人看到我都說 你好嬌小 你好迷你喔 那我自己在買衣服的時候 就常常碰壁 買衣服 買褲子 買洋裝 所有都超級長 然後我原本覺得 欸 我應該算是非常少數的一群人 可是沒有想到 知道了我拍了影片 然後延伸到我後來做了點名 發現跟我嬌小的人 其實真的算是蠻多的喔 所以即便我們在大眾的眼光當中 是很少數 但其實少數並不是真的那麼的少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在身材上面是很迷你沒有錯 或者我們在很多人的眼光當中 可能是很小眾 很微小 但其實這個微小也都很重要 所以才會誕生出這個品牌名稱 Mini Matters 然後Mini But Mighty 微小卻很重要 是我們的品牌理念 那品牌的logo你會發現 是從以前聯名的那個新電信的M 去延伸而來的 可是又有點不太一樣 你如果把現在的logo放大放大 再放大 你會發現它的線條是有點圓圓的 原因是我們是從一個小圓點 一個小圓點 好多好多小圓點之後 連接而成現在的這個logo 其實每一個小圓點 就代表我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 它可能是一個非常小的細節 但細節跟細節 點跟點之間連在一起 就會造就我們現在這個線條 也就是這個M 然後最後這兩個小點 就是代表微小的事情 微小的細節 我們認為都非常的重要 那最後呢 也就是大家超級無敵關心的 我每一次發布新的影片 或是每一天我都會收到私訊詢問 就是到底品牌什麼時候會上市 我們會落在7月初的時候上市 那確切的日期呢 要追蹤我們品牌的Instagram 我們會秘密的公佈 要追蹤的人才會知道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 趕快追蹤我們品牌的官方IG 最後的最後呢 為了謝謝大家一直以來 對聯名的支持 到現在品牌的誕生 都是因為有你們 所以才有今天的品牌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 會開放三個名額 抽我親手寫的卡片 講得有點害羞 就是一些浪漫的情況 那如何抽到呢 就是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你過去買了我的聯名當中 哪一個單品是你最喜歡最喜歡的 每次穿你都覺得 真的是不後悔有買它 真的太棒了 都可以在留言底下分享給我 我會抽出三個人 可以抽到我的手寫卡片 然後最後不要忘記 追蹤我們品牌的Instagram 你才會知道 品牌確切開賣的時間 還有 我們品牌有第二支形象片 在我們的IG也公佈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 那最後的最後就是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然後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接下來品牌所準備的商品 然後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喜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現在在品牌辦公室 然後我們大家已經在這邊 默默工作第三個月 可是我們是上禮拜才搬來的 嗨 大家好 老闆好 我跟你講最有成就感的不是做衣服 是被叫老闆